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之前与你相近 只是为了借你的身份 探听军情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你先别说那么多话了 身材还弱着呢 我一直都在骗你 我知道的 我也想恨你 可看你伤成这样 我还是不忍心 愚蠢的女人 我先就给你倒杯水 这可不是愚蠢 这是用情已深 这里没有热水 你先将就这些吧 我与你兄长 终究是不死不休 你放我出去 可有想过将来 若有一天 你杀了我哥 麻烦把我一起杀来就好 沈小姐美人恩仲 你又何必如此狠心觉醒 还有二位啊 能不能先回了我的使团再聊啊 我那儿有热水 抓住我 哥 他们说逃出圣剑才肯饶我性命 你糊涂我 他们是敌国暗探 我 我 我是被抓的 你跟我不是蠢货 范大人 好说的 沈大人一个人进来 就不怕我连你一块抓了 我刚才下了令 我刚才下了令 若你以我要险 就乱阵齐发 连我一起射死 哥啊 沈大人这是何必啊 颜冰云早晚就要交到我们手上 现在被我找到了 不如就让我把她带走 可以 让她把上京谍广的名单交出来 我立刻放人 要不然咱们告诉沈大人 好 北齐六部 所有尚书侍郎 都是我大清暗探 沈大人把他们都杀了 也算是海燕和清 为国出监了 你自己听听 她都说了些什么 我是被抓的 范大人 你可以走了 她得跟我一块走 现在不行 我没跟你商量 那就都别走了 来人 沈大人在这儿对我动手 就不怕两国再起战事吗 谁知道你在这儿 潘大人 诸位 稍等一下啊 我家救兵来了 哪儿来的救兵 我人员好 圣女怎么来了 人都找着了 你们锦衣卫就算输了这一局 留点脸面 帮人吧 这是我锦衣卫自家的事 就不劳圣女费心了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陛下的旨意 沈某只听太后一旨 也是太后的意思 要不我等着 你进宫去问问 放人 是 带着 疼就喊出来 听你如今一行 有许多事情不合常理 你现在还有功夫像这事 在途中 小恩有机会杀你 为什么不动手 我也不知 后来想想 她特地提了淡舟 我就跟她说 我是淡舟长大的 然后呢 再就没提了 小恩若是对淡舟感兴趣 为什么不追问下去 你一问我我问谁 记得回去告诉院长 小恩隐藏的秘密 或许与淡舟有关 你再不好好养伤的话 你就回不去了 这些先放一放 说一说何道人 我也没想到院长能收买九品建设 哎 何道人之前跟你联系过吗 没有 院长前仓何道人 或许只是为你准备 但你却害死了她 但你却害死了她 你是腾出幻觉了吗 你让何道人 骗沈中的理由 便是她取死之道 凡且 你太小看沈中了 你坐 检查院一处主办诸葛 投靠李云锐出卖检查院 已经死了 我听说了 一处主办的位置 现在还控制 你想坐上去 不是我 是你 我资历不足 查出走私真相之后 就差不多了 回京都之后 我会动用一切力量 诸你上位 你这是在收买我 我跟你说了 你要你帮我 你想在院内 结党营私 结党却是卫攻 检查院大权 一直在陈萍萍一个人手里 不是什么好事 小颜公子 不是为了沁国 什么都可以做吗 跟我联手分权制衡 便是报国之路 你真是疯了不成 我从未如此清醒过 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 确实还差了个奇迹 你这般野心 回京都后 我会告知院长 小姐请留步 你还好吗 你伤得不轻 其实我进去见你就好 你不用出来的 哦 对了 这些都是补血疗伤的药 还有风寒凌 那副外副 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了 你先拿着 拿着吗 我对你 从未动情 我 我知道的 你都跟我说过了 之前与我相识 是为了借我的身份 探取军情而已 那你还来干什么 总还是担心你的伤势 你我终究是相识一场 我可以接受你的好意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 一个条件 你尽管说 把你哥的人头送来 你若能大义灭亲 我保证还能像之前一样 跟你谈心 你若是想和我亲近 也未尝不可 你若是不忍心下刀 我这里有毒药 下在你哥的茶水里面 让他喝下去 你若是针对他无情 被抓时就应该甜言蜜蜜蜜 你若是针对他无情 求他发给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觉得你心里还是给他留了位置 见察院的人 哪里还有心啊 小姐 前方公子赶到 驾 驾 哥 哥 哥 你又去见他 你不该去 爹妈走得早 爹妈走得早 他们把你交给我 就是让我好好地照顾你 保护你 我不是不愿意你去寻那心中良人 可是那个颜炳云 他只会伤害你 哥 方才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与他恩怨两断 他说很荒乱 我去找他 不要 你还是放不下他 哥 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会把他 一点一点从心里挖出来 你先回去 你先干什么 放心 我就是说几句话 不照颜炳云 真的 哥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见他了 你先来 范贤 范贤 沈大人来了 何事啊 沈大人 要不咱们进屋谈谈 不许打我妹妹主意 沈大人说笑了 是令妹在打小颜公子的主意吧 从今日起 我会将他锁在屋里 直到你们离开上街 锁得住人可锁不住心 我把话放这儿 颜炳云若再敢招惹他 我就是拼了丢官弃绝也要亲手杀他 那要不这样 我问沈大人一个问题 沈大人告诉我 我帮你杀了颜炳云 沈某我没心思跟你谈笑 沈大人莫及我没跟你谈笑 我查了我们内裤在上京城的商户账策 这么多年 我大清一直有人私尊巨款 这件事沈大人知道吧 知道又怎样 好 你告诉我名字和证据 我保证令妹跟颜炳云再也不会有相见的机会 你不是天生聪明吗 想知道走私人的名字 可以自己猜猜看 沈大人是不想告诉我呀 不告诉你 范大人又能怎样 那我只好做点什么呀 我拭目以待 只怕到时候大家都没有退路 求之不得 范大人 我先走一步 等你出招 范某一定尽力 不让沈大人失望 他这个老狐狸 是不会把名字告诉你的 人倒没路 总会变的 北齐太后姓重 手握锦衣卫大权 这样的人 你想让他没路 好好养伤 你要去哪儿 见上山虎 你还敢去见他 他会杀了你 要不然我买点礼物给他 他会杀了 找几个形势稳妥的人 把我家府邸守住 这几日 别让那压的出门 属下明白 大人 士团那边已有回报 您刚走 犯刑就出门了 干什么去了 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做工精致 公子说得是 这配色看着喜家 老板 你们这儿卖棺材吗 有 在后院 公子您可以去调 不急 我再看看这些 敢问公子 家中可是有亲友故居 没有 那这棺材 送礼 我买得多 你们管送上门吗 大将军 出怪事了 一男子运来许多棺材 和一些丧事之物 都堆在了门外 还说是来送礼的 门房觉得是个疯子 要赶走他 可他还是要见您 聪明了吗 他说他叫 范贤 范贤 范贤运了棺材送到上山虎门前去了 正直 害死他亲兵又这般挑衅 范贤人呢 走了 没走 他要见上山虎 这是要找死啊 听门大将军身边轻微死伤殆尽 范某甚是痛惜 买了棺材 也好送他们一程 还望大将军保重身体 节哀顺便 都退下 你来得好啊 还行吧 棺材就不用了 就用你的人头 送潭伍他们上路吧 大将军 害死他们的事沉重吧 不着急 一个个来 我不是来打架的 让我杀了就好 走 我还有话说 让你以后脱弹凶了 你就不想知道萧恩的下落吗 我提前准备了萧恩的提身 让他换了衣服藏在死人堆里 这些都被我撞见了 我一路跟了下去 你就不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义父何在 我义父何在 死了 是是中杀的 什么 沈重早有提防 让何道人跟郎桃暗中截杀 郎桃出刀 断了萧老前辈的心脉 这一切背后的主使 就是沈重啊 我请郎桃与何道人 我请郎桃与何道人 一直守在暗处 若真有人移花接木 见识浑浑 两位九品出手 才是真正消除隐患 是我陪孝老前辈 走完了最后一场 他有话让我转告你 说 孝老前辈让我告诉你 我死以后就坐在这里 不用买我 我不想 再被压在地下了 不必报仇 不必招惹臣平平 把一切都埋在心里 好好的活着 千万不要报仇 千万不要招惹臣众 大将军把这一切藏在心里 好好活着就好 义父 杀父之仇 不攻殆天 我怎能不报 可是大将军拿什么 大将军 我替你想过了 沈仲现在是位高权重 可是你呢 身边亲卫死局 被困上京 你哪有什么机会杀沈仲啊 当杰冲杀便是 那大将军一定会被定罪问战 死有何惧 萧老前辈的遗愿是让大将军好好活着 死不可怕 你若死了 谁来平调小老前辈 谁来平调小老前辈 现在整个上京城里 能帮你杀沈仲的 就只有我了 上山虎非但没有杀范贤 还与他同情出府 千真万确确实如此 他们去了哪儿 按行进的方向 应该是去了皇宫 皇宫 还以为你是来见陛下的 怎么寻到我这儿来了 回太后 外臣上次拜见太后 身觉太后雍容尔雅 辞得昭彰 外臣自小丧母 难免心生如沐之情 心里总惦记着 能再见一面 今日总算是了了心愿 奴婢该死 小心气 谢太后 就为这个 回太后 外臣这些天哪 单惊节律 总想着太后寿臣一事 该准备个什么样的寿礼 才好 图个热闹 寿礼 免了 若是没有寿礼 外臣不甘心 若是这寿礼 跟别人类同 外臣也不愿意 总得找个世上无双的 才行啊 那你是寻到了 是 外臣为太后寻到了寿礼 心中欢欣雀跃 实在是等不到寿臣那天 今儿个就给太后带来了 那既然如此 就呈上来吧 是 大将军 大将军 太后让你上来了 我可以帮你 但是大将军要想抱着 杀父之仇 就得放下尊严 除此之外 别无二路 臣上山虎 拜见太后 这是何意啊 回太后 这便是外臣 为太后准备的受礼 你 什么 范贤把上山虎 作为受礼送给太后 回大人 属下也以为自己听错了 追问了几次 确实如此 然后呢 然后 范贤说要单独请奏 太后就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 咱们的人自然也不敢留下 之后再说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孤身抢走 他可是敌国之臣啊 圣女留在殿内 应该不会有危险 范贤这招实在古怪 上山虎撞受礼 这什么路说 沈大人是不想告诉我呀 不告诉你 范大人又能怎样 那我只好做点什么呀 我拭目以待 等你出招 不行 我不能诱着他行事 被马入供 是 轻为大将军 见价不必叩拜 起来吧 怎么回事啊 外臣没有诓骗太后 大将军便是外臣为太后准备的受理 这 胡闹 外臣废了些唇舌 已然说服大将军 投靠太后门下 臣今日归程于太后坐下 自此以后 必定唯命试听 大将军本来就是我朝重将 怎么能叫归程 这之前 大将军对太后还有陛下 可不怎么忠心啊 我大齐君圣陈贤 运太石康 怎么会有君臣离心呢 太后 这殿里也没别人 咱们说点实在的 怎么个实在法呢 若真是君臣相得 之前 怎么会让大将军调离边军 困在上京呢 再有就是 太后对天下呕心沥血 可是这陛下 却不太服气啊 太后一心为国 陛下反而心生嫌隙 外臣看在眼里 那也是感慨万分 你好大的胆子 巧舌如簧 妄加挑拨 真当我不敢杀你吗 太后莫急 要杀我 也等外臣说完 外臣与大将军推心致腹 剖析实举 终于劝其大彻大悟 迷途知返 如此看来 边军已尽在太后掌中矣 你劝大将军投笑 正是 上山虎就听了你的 不是听我的 是大势所趋 何处的大势啊 回太后 上山虎中了沈仲沈大人的妙计 身边亲未尽死 从此后在上京城是孤立无援 此时再不找人投靠 难不成真要等死吗 我说 哀家记得先帝曾说过一段故事 愿门齐降 有位大将军战败 走投无路投向对手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借此机会逃出升天 卷土重来 重整大军 范贤 外臣在 人能屈膝 心 却难测呀 好故事 大将军觉得呢 这是什么 臣在军中所有心腹的名字 都在上院 上至统军之将 下至各营小校 均在其中 臣乃一人之躯 绝不可能掌控全军上校 这将官校尉 便是臣统帅大军 如毕食指的根基所在 你把多年 掌兵的根基 都交出来了 若非如此 怎叫投校 恭喜太后 贺喜太后 从此虎将归心 乱局可定 这真的是 真的是什么 真的是好 这话不对 我大齐哪来的乱局 太后说没有 那就没有 上山虎 臣在 你的诚心 哀家瞧见了 既要投校 可有所求啊 沈忠社稷害我义父 望太后替臣血恨 萧恩 他不是被人劫走 大火焚身 怎么会是沈仲杀的 臣惶恐 救我义父的 便是臣的亲位 你倒不怕我定你的罪啊 臣愿领罪 说下去吧 臣定下礼带桃江之计 想要助我义父脱逃 可沈仲却早有准备 布下河道人跟郎桃联手 亦再取我义父性命 太后 臣与沈仲不共戴天 沈仲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真相如何 问问河道人与郎桃 自能水落石出 何先生 何先生要去哪里 太后召见 正好 我也要去见驾 一起走 沈男请 请 启禀太后 河道人到 沈指挥时已 参见太后 起来吧 太后果然睿智 请来沈大人当面对峙 也不会冤枉了忠臣 范道人 你又想耍什么手段 沈大人难道不知 莫非不是太后召见 对不住 对不住 我看沈大人也不用通报 直接就到殿上了 猜错了 抱歉 太后 犯嫌诡诈 臣忧心太后 未及通传 请太后恕罪 你是我大旗 古宫之臣 一片忠心赤胆 何罪之有啊 哀家还不至于 那么容易被人挑拨 太后冤枉啊 哪有挑拨 何先生 不敢 太后直呼名号即可 上山虎说 你和郎桃 是受沈大人指使 诛杀萧恩 这 可有此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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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真相如何 哀家都不会怪罪 神指挥使的 太后问话还犹豫什么 杀萧恩之事确实是沈大人之命 神指挥使 记得哀家曾说过 且留萧恩一命 且留萧恩一命 臣知罪 现在想想 是哀家思虑不周啊 神指挥使因囚禁萧恩 结下仇愿 自然担心萧恩不死 反受其害 你杀他 也是为了自保 请太后降罪 你的忠信哀家知道 起来吧 怎么 还要给你下道指才肯起吗 大将军 臣在 哀家知道 你对萧恩父子情深 也知道你对沈仲心生怨恨 可如今我大齐内忧外患 为国事着想 哀家希望 你们能放下心结 同心协力 护国上京 沈愿护国 沈愿护国 好 起来吧 沈指挥使人 在 将军放下执迷 投笑朝堂 这是我大齐的姓氏 也是先祖必有 哀家 甚是欢喜啊 再说你这个范贤 劝说有功 这份受礼 你是用了心思了 哀家也算是成你的情了 外臣惶恐 沈大人 我劝的大将军 从今往后你们二位就是同僚了 试着当好兄弟吧 是 禅太后 外臣还有一件贺礼 哦 那是什么 这是我沈国皇室内裤 在上京城的商铺 这个哀家知道 好 容我说明一下 在外臣回归之后 内裤裁权便会移交到我手上 曲郡主掌裁权 阿家早就听说了 天下事都瞒不过太后的眼睛 这跟受礼又有何干呢 李云锐掌管内裤时 曾私下与大吉走私获利 如今内裤交到我的手里 这么大一笔钱交上去 未免也太可惜了 外臣觉着这笔买卖完全可以继续做 只不过换成我来经营 还望太后能够恩准 这笔钱 我会让三分给大齐皇室 这三分利便是外臣给太后受臣的贺礼 什么盈利走私啊 这 莫非太后不知 我沁国内裤商铺 与沈大人合作牟利 这笔钱数目可不小 难道沈大人还未告知太后 沈指挥使 为太后 内裤商铺 确实有人做假账 但是这笔钱 都已经留到了庆古 锦衣卫并未从中取利 是吗 臣愿以性命担保 请太后彻查锦衣卫密大 臣绝无从中谋利之举 不用查 哀家自然信你的 原来沈大人是热心助人帮人赚钱 这般行善积德真是叫人佩服啊 太后 这笔走私与南庆高层有关 臣是觉得纵容此事 便是埋下南庆他日乱局的祸根 所以才顺水推舟 欲成此事 原来如此啊 小便故不妨是 但我接手内裤 这买卖咱们可以接着做 您这边照样从中得利取财 你身为南庆之臣 要和我们大齐走私 这么一大笔钱 我交上去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不如大家一起得利 外臣有些贪财惭愧 这件事你多谢筹谋 离开前安排妥当便是 外臣还有一事相求 说说看 求沈大人将沁国朝堂内走私之人姓名 告之于我 不可 沈大人 我回去要接手内裤 等于断别人财路 那人一定恨我入骨啊 沈大人透露个名字 范某也方便自保 这买卖才能长久嘛 太后 走私之人举足轻重 他日起事 南庆避乱 此乱若起正是我大齐良机 万万不可此时泄密啊 不必焦急 哀家没老糊涂 这件事沈仲说得清楚 你们南庆朝内是谁在走私 这跟我们大齐毫无关系 就没有必要再追问了 明白了 既然大事已定 那外臣就先告退了 范大人 我还有一事不明 想多问一句 沈大人请讲 范大人文采出众 在南庆被尊为师神下计 不敢当 南庆素来武强文弱 像范大人这般人才 将来在南朝 必定前途无量 承您吉言 那既然是前程似锦 封侯拜相已是指日可待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南庆内库走私 钱财是不少 可再多钱财 也换不来这般前程啊 你这么做是把命脉交到我大齐的手里 难不成范大人真的是目光短浅 要钱不要命了 太后 这便是臣心中疑虑 范贤 外臣在 莫非你要弃暗投名 投奔我大齐 回太后 并无这般打算 那你这举动 可就不符合常理了 其实 范某确实有一理由 未曾说起 且说来听听啊 我劝说大将军投靠太后门下 又将未来走私之力 让与太后 也是希望能跟太后 缓和关系 多加往来 为何往来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范某对贵国圣女一见钟情 此次行事多半谋划 皆是为了朵朵姑娘 求太后 看在范某一片痴心的份上 给我跟朵朵一个机会 朵 你可你看这树长得好 这树吧 这 这是 这是什么树 你看这个树长得好看 这个 它是 它是绿的 你看 我呀 我来北齐之前呢 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它 它 它 它不长草 它 它不长树 它 它 它不长树 它 它没 没想到 它一样是这么有生机啊 生机勃勃 生命多奇妙啊 你看 你看 开心了 一见钟情 我总不能跟老太太说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害沈仲吧 我只是借你挡一挡 千万别当真 你让上山虎归顺太后 就是为了害沈仲 君权在首 太后当然重心啊 那也不会因此杀了沈仲 如此一来 边君就掌握在太后手里 你就没问过陛下 这是上山虎在军中的名册 我抄了一份 这上边都是匠小 是拉拢是打击 能不能夺取军权 就看你家小侍之自己了 怎么样 没害你们吧 那沈仲不也安然无恙 沈仲有才 也有自信 这是她的优点 也是她致命之处 太后 犯贤诡诈 不可轻信 毕竟还是少年了 上京城多少男儿 都对朵朵心中憧憬 一个犯贤 也是正常的 太后这么想 只怕已被犯贤欺瞒 太后所思所虑 莫非 还不及你吗 臣并无此意 今天沈仲虽然无事 但种子已经埋下了 什么种子 猜疑 忌惮 沈仲杀萧恩 已经违逆了太后的旨意 之前走资一事 也未曾禀报 太后并未怪罪 嗯 心里记着呢 毕竟还是太后信众之人 所以此事若是在以前 根本就不会怪罪 就算有所不满 也不会追索 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同 如今太后身边 多了一个上山虎 沈指挥使 为国忧心 哀家只有欣慰 怎会怪罪呢 太后圣明 只是这走私一事 毕竟获利良多 如此一来 若我等说出实情 范贤必定被南庆定罪 她的生死 也算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太后不可啊 不能顺着敌人的心意行事 就算有再多银钱 也不能动心啊 太后不可啊 不能顺着敌人的心意行事 ivan 漂亮 或许 可以先办再看吧 庶臣直言 还是应该谨慎为上 那就再考虑考虑吧 正该如此 不如咱且搁置 你们都下去吧 臣告退 为臣告退 亲乃武将一品 不必行如此大礼 礼不可费为臣之忠 众心亦众行 说得好 众心亦众行 这话说得极好 沈仲长官锦衣卫固然重要 但是上山虎在军中势力更省 上山虎越是谨慎低调 就越显得慎重 嚣张跋扈 这手段却直白了些 太后只怕看得穿 太后当然明白上山虎只是借机攻击慎重 不过此乃杨某 就算太后什么道理都明白 不满还是会从心底滋生 人心好物 本性罢了 那最多也是二人制衡的局面 并不能让太后杀沈仲 太后不杀 自有人杀 你还有别的安排 转告你家小侍旨 我答应过帮他杀沈仲 一定做到 他就是这么说的 心机手段都是上品 书写得又好 真是难得 这名录是他亲自抄的 是 就是字写得有点难看 小师姑还与他说什么了 也没说什么 就是走的时候给他提了个响 什么响 有个事 我想了想 还是提醒你一下就好了 我有什么错漏之处吗 既然你在太后面前说了对我东西 你就不能让人看着你的车谎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别让人看出来你在车谎 这你放心 这段时间我经常去寻你 天气凉了 多用冰水泄澡 什么 保持清醒 压制本性 你说什么呢 与我接触多了 切记把持住自己 时时刻刻警惕 拴住心愿 切勿托着 我也是 怕你伤了我的钱 怕你伤了我的钱 我也是怕你伤了我的钱 我都说了 有何不妥 小师姑 你真是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就突然觉得 你和范贤还挺相配 陛下睡糊涂了吧 大人 这水凉了 我给您加点热 什么就压制本性啊 还担心我伤着自个儿 我平时看得挺低调的 没想到这般自恋啊 是不是我看他两眼 我就非他不取了 慌不慌他 大人如此这般的生气 是不是有些遗憾 报屁 什么遗憾啊 我是生气 我是火大 这 这感觉就是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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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懂 被人侮辱了 对方又及时地跑了 是不是 对 对 不对 这话听着怎么别扭呢 大人息怒啊 您要是心中觉得不舒服啊 那您就运用魅力啊 让他意乱情迷 欲罢不能忍恶 您还不理他 这也算出一口心中的恶技 行啊 回了京主之后 您把你这话 跟网人面前复述一遍 别别别 大人 大人 大人息怒啊 我不敢了 不敢了 啊 你到我这儿 就为了说这些 当然有正事 我做了什么 你都听清楚了 私下筹谋 与北齐皇室走私 回京都后 我会报上去 我要是真走私 我还会告诉你吗 大人是想借走私之名 堂而皇之地 跟北齐皇室签上线 从今以后 银钱开道 打探消息容易百倍 沈仲是不会答应的 所以要把他 彻底打入尘埃 这事你得帮我 我重伤未愈 要怎么帮你 把检察院 在上京城的蝶网 敲给我 这也是陈平平的意思 回去之后 我亲自去问院长 那就太晚了 蝶网安抚 最为安全不过 怎么会晚 现在不是要毁了沈仲吗 得推一把力啊 你不会还怀疑我吧 你这性子 我不放心 这都是为了 从沈仲口中 问出走私者的名字 不急 你不是着急寻出真相吗 我想过了 回京都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院长 他自然能查出祸首 那就是陈平平立的功 跟我无关 你要抢功 我只是不想再当棋子 你不信任院长 如今我谁都不信 那我就更不可能 把检察院多年的心血 交到你的手上 走私者的背后 必定位高权重 要真是回去再查 一旦走漏风声 必定引发犯券 你要是真一切为了大庆 就该助我查出真相 检察院潜藏在北溪的暗探 到底有多少人 我也不清楚 为什么 我毕竟调职圣经不久 那你如何调空蝶王 我只通过一个人 通过他 调度圣经暗探 把真人底细给我 为了秦国 去吧 姑娘你放心 一会儿我给你送家里去 掌柜的 买油 客官 你买什么油 半斤棕油 好嘞 有壶吗 有 三碗一个 有香油吗 香油太贵 不是祭天的日子 一般没人买 除了祭天 祭人也可 好 那您说说数量 小店可以代客订购 七斤六两 九千四毫 老板 你今儿个 怎么关门这么早 对不起 明天再来吧 可我这 终于来了 自头目出事以后 朝廷一直没派人来接受 我还以为 是要我们进入沉默期呢 颜冰云已经救出来了 那就好 我听他说 上京城的密谈 是你居中调脱 有什么密令吗 我已经说服上山虎 投靠尾棋太后 你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我跟沈仲 今日在皇宫的对话 当作闲探 在大街小巷传开 这不难 等一会儿 我就通知出去 他跟你们一块行事 可是大人 上京密探的身份 都是绝密的 在上京城多久了 十多年 想家吗 怎么不想 这件事结束之后 你可以回家了 他会接替你 掌控上京城帝王 我没接到这样的命令 我刚做的决定 我刚做的决定 请问大人 您在检察院里 任什么指思 原来是提司大人 还有什么疑问 这事太大了 我做的决定 出现任何后果 我来负责 阎兵云如果 不同意这任命 也不会让我来见你 我知道 可是 可是十年上京城 也该结识了新的好友 是 也是维系目前的身份 那你不肯受命 莫非是舍不得上京城 舍不得这些北齐好友 绝无此事 属下 遵命就失了 这是 这位大人 隶属几处 在哪位主管手下做事 他不是检察员的人 什么 介绍一下 礼部尚书郭优之的公子 郭宝坤 可是大人 上京密探 一直是检察员布置的 他是我直属麾侠 对我有什么意见 回了京都之后 可以行文参望 但是现在 遵命行事 属下不敢 好了 你先下去 我有话跟他交代 属下 到后院准备 过一会儿 就带这位大人 去见上京 各路密探 你想好了 从今以后 孤身以人留在他国王 生死亦嫌 你答应过要救我爹 我会救他出来 你为什么选我 上京城爹 往事关重大 掌管的必须是我的人 我可不是你的属下 除了我 还有谁会救你爹 还有谁能救你爹 你只有我一个选择 你要是欺瞒于我 我定亲手杀了你 不对 你一定要让我杀了你 放心 还有啊 沈忠认识我 她会是个隐患 你放心 你就是专门做给沈忠 看的当前牌 你只要负责刑商 贿赂就好 真正的暗探事宜 还有别人负责 谁啊 要是有人来查商铺呢 走私呢 是跟北极上层的交易 利益链一旦铺开 得利者众多 出了什么事 这些人自然会帮你缠名 这是闻所未闻 以性命做大探 隐藏自己 既危险 效率又低 事实会改变观点了 从此以后银钱开路 让敌人来保护我们 可是沈忠拒绝此事啊 沈忠不是问题 有些事情是大势所需 一个人是拦不住的 有道理 你不要得意地笑啊 你听说了吗 南庆啊 有人想和我朝合作 届时商路打通 那将是一大笔钱财呀 据说 此事要交给几年月值班 此事若成 魏组里都有好处 只怕难哪 前两天 沈指挥时 在殿前放缓 说不愿意乘此事 还有这事 殿前奏队 你们没有听说 再来听听 沈指挥时 前两天 在太后殿前 大人 您和范贤 在太后坐前说的那些话 如今正在四处散步 范贤这招不错 可记得忘了 这是我锦衣卫的王城 传令哥哥前护 全力封堵流言 密查不待 这是今天的菜吗 对 新鲜的 刚摘的 您看看 新鲜的猪肉 有排骨 姑娘 您来点什么的 这菜长得挺好啊 刚摘的都是 来 给我挑两个 圣女不都应该喜欢 看什么名人字画 神兵利器的吗 可我更喜欢吃 帮我摘一摘吧 把这外面摘掉 好嘞 好嘞 这都不新鲜了外边的 你别直接放你啊 这都是新鲜的 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 注意什么 怎么说也是圣女 提着这个 跟气质不符 又不是在皇宫 气质这东西得实时留意 又不是说在皇宫装弄样子 有道理 你来 问你个事儿 说 最近京城所传流言 是你所为 是啊 那你知不知道 沈舟已经让锦衣卫 进封消息去了 没用的 锦衣卫势力庞大 超乎你的想象 我知道 可还是没用 要不然咱们来打个毒 你是有十足的把握了 大人 您找我 我不是传过令了吧 怎么这些日子 传言依旧盛行 回大人 各所谦户 都说领命行事 可既无成效啊 属下也再三催促过 但是都回复说 已经尽力了 这 你为什么就认定 锦衣卫不会用心办事啊 因为他们都是人 是人又如何 是人就会有私心 走私一事一旦落实 锦衣卫掌管财权 个个得利 人活着过得好点 谁不喜欢 沈舟挡了别人财路 自然没人愿意帮她 可总有不求力的 不求力也要上锦 锦衣卫大全都在沈舟一个人手里 她不下去 别人怎么上位啊 若真如此 为何早些年沈舟安坐指挥使之位 并无内患 早些年她深受太后信状 众人皆知斗不过她 自然俯首称臣 可如今呢 如今上山虎崛起 沈舟已不是太后旗下第一权臣了 正是此理 这都是你的谋划 断人财路 如同杀人父母 走私一事获利的可不止是锦衣卫 你相信我 沈舟一意孤行 终究要成为众矢之地 可只要太后的信任在 沈舟就无大案